我們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民和尚 敬禮薩迦正空上師 敬禮十六師大寶寶王喀瑪巴 敬禮圖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彈承三寶 敬禮今天同修的本尊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 師母 丹真咳嗽 徒登實地 徒登卡瑪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心情好 心情好 心臟 感恩 愛捨得了 愛捨得了 相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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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今天特別有一個 應該講是一個神將 到我們廟來 特別有一個神將 到我們廟來 來 那個 那個 那個路港 住在路港的 請站起來 一般 一般這位神將 在你身上 那個 他來的時候 你是站著 還是坐著 都有 你是坐著 都有 你是坐下來嗎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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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你站到前面來 來 站在這裡 好 你站 你站著好了 還是坐著都有 還是坐著都有 站著也有 都可以 我先唸 心中 主理經 三萬六千行 萬五 心主在 雄主三不中 天靈靈 地靈靈 鵬灰輪 鑽尾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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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弟子來到這裡 其實呢 我也是 歸 鑽尾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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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童子的声音 讲几句小孩子的声音的话 他有讲 童子的话 小孩子的声音 他是小孩子 我想要报告师尊 就是上个礼拜直播之后 很多同门在网路上 就是有一些声音 说我沾师尊的光 要借师尊来出名 其实我从1996年归一师尊 到现在已经28年了 我天天都在沾师尊的光 我每天都在三光加倍 好 所以我非常感谢师尊 一切荣耀都来自根本上师 所以今天能够第二次来到新雅图 我非常的感恩 也不是为了要出名 其实我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感恩是尊 好 谢谢大家 你把麦克风 拿给那个同来的台北的 他也能够讲天语 叫他讲几句 他也能够讲几句 敬禮之尊 这是刚刚空心木在修法的时候 一直在唱不断反复音颂的歌 好,你们请坐吧 刚刚是修法的时候 罗沙三太子 他显现在我们庙的中央 这个西空之中 所以他一定是想要 他出来讲几句话 就让他讲几句话 我们今天修的是 阿弥陀佛的本尊法 他们从这个 他们这一次有几个越南的同门来 越南 没难 你们站起来一下 从 你是从LA来跟文库吧 那以后欢迎你们常来 其中有一位 他是演夜南戏剧的艺人 夜南戏剧的艺人 对不对 他很会演戏 他会唱歌 他会唱歌 谢谢师傅 他们是今天 今天晚上要来皈依的 我们请他唱一唱 夜南的那个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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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inging Vietna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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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 Diu ơi Nếu NHài Mai Này Ta Có Di Xa Chân Bước Dường Tìm Chân L Thì ta Chí mong Nàng ơi Chốn Thăm Cung Dừng Sầu LUY NHỚ Thương Chong Tình ta đổi Với Gia Diu Xinh Trọn Diet Mẳng Nòng NHINH NHINH HỚI ÔI GIAO BUN CRA Thành LONG Ta DAU XO KHI Thấy SANH VIA BEN TIR DANG LU KHOR DAU GIA DU ÔI NH BIẾT NH BIẾT BIẾT NH BIẾT SÁO TÌNH YÊU RIÊN NH XINH DÁP LÀI BÀNH TÌNH YÊU YÊU NH LOI DÌ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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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À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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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Ì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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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一次演 都是演夜南的 我們講的是 如果在台灣就叫歌仔戲 在台灣就叫歌戲 他是演夜南的 序劇的一個明星 很有名的明星 越南序劇的一個很有名的明星 他我們講說 在Malachana 他就唱那個金戲 在台灣叫歌仔戲 在越南就叫越南大戲 他是這樣子的一個明星 他長得很年輕瀟灑 英俊 他人很不錯的 很不錯 將來他是有成就的 今天算是 這個眾星會集 都在這裡 一點名他們都會唱 這高手如影 彼此過招 阿彌陀佛呢 他本身他的化身非常多 他有三十六萬億 一十一萬九千五百 同名同好阿彌陀佛 他的化身非常的多 所以師尊有法身 所以師尊有法身 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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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呢 這個 想要到非洲去洪華 想要到非洲去洪華 但是非洲其實很不容易洪華 你們這裡有到過非洲的人嗎 現在在座的 你曾經到過非洲 你是當大使嗎 你當然去非洲 還有呢 你也到過非洲 還有呢 應該還有人到過非洲 應該還有人到過非洲 那你過來 那你過來 你到非洲做什麼 去一個港口 看一些廢船 那是三十年以前的事吧 磕得迪瓦 最後發現裡邊有問題 不敢繼續往下坐 很好 好 你到非洲有度過人嗎 有說過洪華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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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在非洲洪華的人 可以下去了吧 好 你到非洲去做什麼 去看 到一個港口去看一批廢船 開一個會館 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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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把它分割一些槓鐵 做生意 做生意 對 你看那個廢船 然後把它分割 然後你把它賣 買賣就對了 然後拖回中國 但是發現裡邊有問題 不敢繼續往下坐 因為那個時候 都是一些軍政府 好 那你請坐 謝謝 還有去非洲洪華的人嗎 還有嗎 有沒有人到非洲去洪華 這洪華的人抖起來 好 隨機手了 請你站起來 然後你到前面來 麥克風拿給你 你為什麼去非洲洪華 因為 麥克風拿在對準罪 因為我跟張慶貞師兄 就是接到法界的指令 我們要去中非 接到誰的指令 法界 因為我是跟張慶貞師兄 都在歸零寺同修 在屏東歸零寺 你麥克風拿到嘴 講清楚一點 所以我們就到台北 中非大使館去簽證 而且他們的簽證費很貴 一個人五千塊 所以我們兩位都簽證了 然後張慶貞師兄跟我說 我們一起要到美國 到美國去見世尊 然後去跟世尊引證這件事情 那當初我們就寫了問世尊 並且那時候我持齊隆百財神相應 然後齊隆百財神要張慶貞師兄做一間農袍 一起帶到美國來 對 對 可是講 我在問 你在非洲怎麼洪華 就是我們一起去 然後先探視 去哪一個國家 中非 中非 對 那其實我們最主要目的是要去沙伊 因為 需要做什麼 要去沙伊 沙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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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沙伊共和國 是 因為那邊得到一種叫做伊波拉病毒 然後法界有給我們四種藥 那這四位藥就是要去就醫他們的這種病毒 但是我只有找到兩位 兩位還找不到 那我曾經去那個平哥大那邊有專門清草藥的那個教授 去請示 然後說台灣沒有 妳哪要去到中非 是要去沙伊 那裡去想要去救那邊的人 救沙伊的 是嗎 那妳有沒有洪華 因為我們來然後 師尊跟張師兄說台灣有難 要我們回台灣 那時候中共就是南北炸 好啦這個政治的話題不講 我再問妳 妳在那邊有沒有洪華 還沒有 沒有沒有去 沒有去 沒有去 妳到底有沒有去中非 還沒有去 還沒有去 OK 那妳是本來想去 結果妳沒有去 是嗎 對 好 那就不用講 OK OK 好 那妳回座 謝謝妳 我本來叫妳去 妳為什麼沒有去 因為說台灣有難啊 好 坐坐坐 這政治的話不要講 政治的話不要講 我們生活中是這樣子 這個關於政治的話 我們不參與政治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 生活中不參與政治 因為政治本身很複雜 非常的複雜 我們只是在 紅髮度眾 紅髮度眾 弘揚佛法 度化眾生 可以這樣子講 我們是愛國愛教 我們愛佛法 也愛著 也愛國家 我們主張是 世界和平 大家和平共處 政治的話 我們不參與 政治我們不參與 我們也不講政治的話 那是國家的事情 不是跟我們宗教 本身來講 我們只是 愛國愛教 妳是哪一個國家 妳就愛哪一個國家 然後呢 妳也是愛那個宗教 我們所謂的宗教 就是佛法 就是這樣子而已 很簡單 其他那個好像是說 對於國家跟國家之間的 什麼 彼此之間的這個 政治啊 這個我們不談 因為太複雜了 不是我們這些 平凡老百姓 所能夠知道的 所以我們不要去談 這個政治的話題 他剛剛講說 突然間冒出一句 四個字 這個是我們不敢講的 他就隨便這樣子 公開就講出來 那會影響人心啊 不可以隨便講話的 我們講話不能隨便講 而且不能夠事先 就講什麼樣子的話 不可以 所以我們第一個 我們學佛 我們信仰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 大師之菩薩 所有的佛菩薩 我們都要很恭敬 我們對每一個人 也要很恭敬 我們一個戒律 佛教的五個戒律都要守 不是沒有戒律 你不要殺生 不可以殺生 連生靈 一切的生物 都不可以殺 不拖到 你不可以拿人家的東西 不拖到 不邪淫 不是正淫 不可以 不邪淫 不妄語 要講真實語 不能講妄語 也不可以罵粗話 其語 妄語 很多的話 不能夠講的 不飲酒 師尊以前在經中 那個人家水壺裡面裝的是水 師尊裝的是酒 那個有人在找我 到一個公兵營去找我 你們這裡有一個測量官 不知道在不在這個營裡面 他們就想 每天喝酒喝的 面孔紅紅的那一位測量官 那個就是我 我離開公兵營的時候 這個收拾床鋪 床一拉起來 那個酒瓶 滾出來 那個酒瓶都可以賣很多錢 你說我喝酒喝多少 我本來也是喝酒 在廟裡面 大家都沒有喝酒 只有我一個人喝酒 在采雷喝酒 在這邊喝酒 喝米酒 日本米酒 我說禁 因為我害怕弟子寫我 因為我害怕弟子寫我 禁 從此開始 那從那一天 禁酒開始 滴酒不沾 我沒有喝酒 沒有喝酒 以前我的測量年年長 到台灣雷仗市來 跟我一起吃飯 他叫姓莊 叫莊明師 莊年長 他看到我就笑 然後我們一起吃飯 他問我一句話 啊 盧世尊 你現在還喝酒嗎 我說沒了 沒喝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每一天晚上 一定要喝得醉醺醺醺的 回到車兩點睡覺的 每天晚上都是這樣子的 你們不相信師尊是個酒鬼 我是一個酒鬼 是喝酒的 但是我禁掉就是禁掉 禁了就禁了 連酒鬼也不喝了 那個是酒精才幾度而已 我是喝58度吸的 58度吸 我才喝的 不想喝 Sake 不夠是差不多十 十息而已 十息左右 現在我連十息都沒有 完全靜了 對不對 那個 采雷的柱子 没喝啦 你把我桌上的那酒全部都收走了 但我本来 我这个房间里面放了很多酒 你把我酒全部收光了是不是 我没有讲说收走 你为什么收走 好啦 收走就收走 还有一瓶酒一千美元的 人家送的 是每一次在日本米酒 sake比赛第一名的 那瓶酒在西雷吗 在厨房跟煮饭 那跟小厨房做菜 一瓶一千块美金耶 现在厨房做菜啦 浪费粮食 我现在在西雷有没有喝酒 没有 没有 我在家里也没有喝 家里也没有喝 确实 我现在改成吃冰激凌 这个酒饮一发作 我就吃冰激凌 冰激凌比酒还好吃 现在 人只要有节心 有他的节心 有节心 有毅力 他 这个人就会成功 在世俗上 你只要很努力的 在世俗上 很努力的去工作 都会成功 在心灵上 你精进的学佛 只要你精进 你六度里面 我告诉你 每一个度 六波罗蜜 其中有一个是精进波罗蜜 精进波罗蜜 适合于其他的波罗蜜 不失也是要精进 忍辱也是要精进 持戒也是要精进 禅定也是要精进 智慧你也是要精进 所以你只要精进于活法 将来你一定是在活法上 心灵上有所成就 除了很多事情 其实 刚刚那位 那个要去非洲洪华 哪要去要救济人的 他没有去非洲 你没有去非洲 你反而 你是听谁的指示 要去非洲的 你讲一下 谁跟你讲 要你去非洲的 是你的先生 是吗 李先生 为什么要去非洲 因为他得到法界的指令 法界的指令 而且有来美国跟师尊印证 都有问世表可以看 哦 那是法界的指令 是师尊叫你去非洲的吗 师尊他有问我们说 什么时候要去中非 好了 那听到就好了 所以你没有去非洲 我告诉你 不是有什么灾难 是你的家里会有灾难 我会骗你 好 把那个 麦克风收起来 可以啦 问你 你现在家里有什么灾难 家里有没有灾难 你家有没有灾难 有 是吗 我现在回不去了 他现在回不去了 他说不能回去了 他现在回去了 你现在不能回去了 我回不了 灾难 也回不了那个家 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因为那有一次就是 师尊在访会的时候 跟一群黑衣人争斗 那时候师尊有受伤 我听说是损伤的 五十级位童 那个凌花童子 那时我们刚好 祖架在做一百坛的布摩 想要去救一些众生 到烧到八十七坛的时候 刚好听到师尊有烂 然后张庆生师兄 就把这八十几坛的布摩 回向给师尊 要助师尊一笔之力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 这就是不对的地方 你请坐 你如果回向给师尊 师尊的事情 师尊自己解决 好 师尊自己会解决 你自己如果能力不够的话 你不要回向给师尊 你一回向给师尊 你要承担师尊本身的业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 请坐 你坐 你坐 我没有问你 在这个世界上 你如果能力不够 不要随便发言说 替代别人或者怎么样 千万不能 为什么 你如果能力够你可以替代 你能力不够 你就先为自己 为自己周遭的人就可以了 因为啊 这个会构成业 业的力量 业啊 这个人本身有业 那么 你把他业 你要承担他的业 你把他的业承担过去 变成你有业 你就会有灾难 这个业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佛陀曾经讲 业力不可思议 就是问题就是在这里 因为他是非常复杂的 错综复杂的 所以你没有能力 但是你去帮一个有业力的人 去解除他的病痛的时候 这种 这样子呢 他的这个病痛的业 会跑到你的身上 变成业的转移 这很少人去 讲到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业的成立 业 业本身 他是这个人本身 本来业是这个人做的 但是别人来承担 这是会跑到他那边的 尊圣雷藏事 你站起来 你去承担了谁的业 你有承担 应该是 应该是 你承担了谁的业 害你身体变成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真诚里上次有一个 金刚萨豆的坛城 我们用那个 不知道说承担 哦 因为 所以 你用承担去承其他的人说 一承烦恼轻 二承 这个梅运剧 三承 业障消 对 结果那个人的业障跑到你身上 因为 我是星期天是帮那个人 然后星期五 开车的时候 我追得非常不舒服 然后一个月我是这样子 我睡得好 我吃得好 可是我是很dizzy OK OK 请坐请坐 你就是承担了人家的业 承担对方那个人的业 所以要懂得 你虽然承担了这个业 你是好心 因为有些人是可以承担别人的业 他身上有黑的气 你把黑的气全部吸过来 吸到你身上 你就变成你的业 一个圣者 一个圣者 他是吸引人家的黑气进来 然后把他消化掉 再把这个黑气送给虚空 要是懂得这种方法 他才不会承担人家的业 你就是承担人家的业 承担了他的业 虽然那个人被你这样子一扫 一扫环脑清 二扫没运气 三扫业障消 本尊福分降来临 你如果没有那个能力 你这样子一扫 就会到你身上 因为他被你扫掉了 就跑到你身上了 他本身就没有那个毛病了 所以要记得 一个圣者 他就吸黑气 吐白气 吐白气给人家 如果是一般的人 他必须要吸白气 吐掉自己的黑气 我们做九节活风 你要吸白气 吐黑气 这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子 吸白气 吐黑气 你们的黑气 全部都由师尊来收 然后师尊吐出来是白气 你们收到的是白气 那师尊收的是黑气 然后师尊在想办法 再把这个黑气 回到西空 这样子才可以 这个就是夜的转移 刚刚他承受的就是 夜力的转移 那个夜跑到他身上 哇 简单讲了好多 不过 大家增下一些知识 大家增下一些知识 不要随便 你能力不够 你回向给我 那惨了 那你就是要承担 好 我们现在进入主题吧 老师都还没有讲 很简单 讲几下 这印尼的莲花惠灵问的问题 在《魔眼》第209册中 师尊在文集 佛力与夜力谁大 怎么讲到佛力跟夜力 因果节不失落 不可能更动 佛力与夜力 不可以比谁大谁小 因为同样不失忆 佛力 夜力 双鸣 只是正理 前面提到的双鸣 是指佛力和夜力 都消失了吗 请问这个概念 跟非佛 非心 非物的概念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你讲的就是这样子 佛力 我告诉你 只要是佛 他都可以把夜力给他化解掉 只要是佛 他可以把夜力化解掉 但是化解掉 因果节不失落 这个佛本身也要承担夜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承担夜 有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他流离网是一条大鱼的时候 释迦村 他把抓掉这一条大鱼 然后把这个鱼全部都吃了 释迦牟尼佛 释迦祖 释迦祖的人 把一条大鱼吃了 这条大鱼就是琉璃王 那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小孩子 他就走过去 打了这个鱼头三下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一世当中 在他成活的这一世当中 他有偏头痛的毛病 就是因为他打了琉璃王的头 所以他得到了偏头痛 后来大家知道的 琉璃王灭了释迦祖 释迦牟尼佛本来是想救释迦祖的 结果没有救成 因为他知道这是业力 过去释迦祖的人 把琉璃王这条大鱼拿来吃掉 这有这个因果 你们如果看 看就知道有这个因果 释迦牟尼佛 佛力也一定要承担 这个业力的 这个是佛力跟业力 不可以比谁大谁小 因为同样不可思议 佛力跟业力双鸣 这才是正理 也就是讲 非佛非心非物的概念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人讲的是对的 莲花 惠灵 印灵 在第234文集当中 卢圣燕的秘秘秘中 师尊在文章里面 圣陀丽莎的秘秘秘 提到 陀丽莎在地义记住地义众生 在第191本文集 诸天的接替中 师尊在文章里面 柔和的心性中提到 陀丽莎在道立天 因为近居和柔和心的缘故 请问为什么陀丽莎 会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告诉你 目前的天上没有奴师尊 在马哈双连池有一个奴师尊 在沙伯世界有一个奴师尊 还有很多的奴师尊 在同门那里 所以你不要只有一个观念 当你修行成就了 你会很多的分身 跟我们讲的 南蒙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所以莲花童子 白莲花童子 不是只有卢师尊一个 卢师尊现在也不是一个 在这里有很多人 看过卢师尊的 我没有离开 最近几年没有离开过西雅图 最近这一年 但是很多世界各地的 都有看过卢师尊的 看过卢师尊的几手 那边有人几手 台北 联席 看过 联席当然看过了 他每天看卢师尊 还有呢 有谁棘手 还有的不棘手 没有关系啦 反正有人棘手就是证明 特丽莎在道立天 特丽莎也在第一 圣特丽莎 还有也能够分身啦 圣者都会的 所以这没有什么 你不要以为只有一个 卢师尊不是一个 代表千千万万个卢师尊 他还有第三个问题 以后叫问请同门不要问那么多 重点就好 对于心经里面的色既是空 地质可以从原子层面或量子物理学来理解 请问心经里的空既是色 要怎么样理解 看不见的空 在没有因缘产生时 为什么也可以是色 请问地质可不可以从大热光明空心 是一体的角度来理解 比如说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充斥着空间 所以空就是色 你想的也差不多啦 不过色既是空空既是色 这是心经里面所讲到的 他们是一而不是二 有就是没有 有就是空 空也就是有 空也就是有 因为有是从空出来的 毕竟还归一空 空有是一不是二 空里面啊 空虚空里面就是有 我常常讲 像那个虚空本来是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现在有彩虹啊 我们看到了 有彩虹啊 有水啊 有水滴下来 有云啊 还有打雷啊 还有声音啊 还有夏冰宝啊 那是从空里面出来的 但是他们到最后还是一样 也是空啊 本来就是样子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你现在是有 你现在是有 结果还是将来还是一样 归空 空就是有 有就是空啊 这个理论啊 我讲过很多次了 其实我在讲的就是讲 空就是色 色就是空 讲来讲去都是这个问题 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你应该可以理解 色即是空 空就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佛经里面提到太多了 你慢慢去理解吧 如果还不懂的话 这不能讲 哇 已经十点了 天哪 四禅为传授 这个维摩节讲 菩萨以四禅为传授 为床啊 他的床就是四禅 什么是四禅呢 我记得好像是 所有的那个 预界天算一禅 算初禅 四禅天有两禅 凡天是一禅 色究竟天是一禅 第三禅 二禅 三禅 都算社界天 四禅 在无社界天 无何有 就是四禅 三禅 那个是什么 那就是 目前说法的这个座 他比喻啦 维摩节比喻 以四禅为床座 床座 就是四禅 你平时在上面打坐 你可以到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初禅 是预界天 二禅 三禅 是社界天 到了四禅 就到无社界天的 无何有 无何有天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修定 修禅定 我们佛教徒都要打坐 就是禅 禅定 床座 就是 这个座位 跟你的睡觉的 都属于床座 他一尽命生 其实啊 我们修赐产 都是在清净自己 清净自己本身的心灵 这个有两个法案 你必须要注意到 一个是属于静态的 什么叫做静态呢 禅定就是静态的 但是要学你 呼吸法 你要学习呼吸法 像九节风风 宝瓶器 跟这个 金刚颂 都属于呼吸法 最高的呼吸法 是什么法 就是本人呼吸法 我知道以前师父所教的呼吸法 有七种 一种是 哄香式的呼吸法 哄香式的呼吸法 就是哄香 有没有 那个火车在跑 就是属于呼香式的呼吸法 一个火车头用呼香式的 这样子拉拉拉 整个火车全部都在跑 那是呼香式的呼吸法 那是哄香式的呼吸法 我说打呼 那是呼吸法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本人呼吸法 只是你修到最高境界的 有呼吸等于没有呼吸 又细又慢又长 那是本人呼吸法 第七种 最高境界的本人呼吸法 这是感冒法 一直打喷嚏 小心传染给别人 要戴口罩 那是喷嚏法 那也是一种气 你不知道那也是一种气 打喷嚏也是一种气 所以哄香式的呼吸法 另外还有一种 很多种呼吸法 九节佛风 你要观想白色的气进去 黑色的气出来 气有多长 进去跟出来的气要一样长 你要学习呼吸法 第二种 你呼吸法你学会了 你才能够禅定 你呼吸法没有学会 你禅定了 你才乱糟糟的 告诉你一句 很简单的经济 习止念就止 你没有气了 你磁气了 你念头就停止 习止 习啊 呼吸的习啊 习止 直念就止 你的念头就会停止 你只要呼吸出来 你的念头就永远不会停止 你要学习磁气 磁气是保瓶气 就是磁气 磁气的时候 你念头就定在那里 定在磁气上面 所以呼吸法很重要 这是属于静态的 静坐 禅定 就是属于静态的 一个是属于动态的 就是让你的心跟脉 统统都干净 你的气跟脉 全部都干净 是属于动态的 这里写 从一静命生 你清静 静态的清静 就是禅定 动态的清静 就是你的脉轮 全部干净 是属于动态的 那个叫做体位法 简单讲 就是金刚拳 你有时候 写金刚拳 最后都要拿一个 大哈抖声 大哈抖声 就是哈 然后跳起来 全身 让它自然的抖动 我们有时候不用的 一合掌 把自己的气印出来 这是什么 这是大哈抖声 就是把你的身体里面的气跟脉 让它抖动 让你的脉能够动 你的脉只要能够动 它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 给它排除掉 因为你气走前身 金刚拳就是气走前身 把你的脉 给它动 前进 然后把你的五轮 七轮 全部通通都动 属于金刚拳的法 就叫做体卫法 体卫法 刚刚我 那个就是金刚拳的 大哈抖声 所以师尊不用戴眼镜 八十岁了 我没有动过手术 不用戴眼镜 开车 晚上开车也不用戴眼镜 因为我眼睛 每天早上运动 转圈子 转十四下 跟你讲你要去 你如果不写我的十四下 到了你晚年 你都要去动手术 要把你的白内障拿掉 把你老化的这个老花眼拿掉 白内障拿掉 调整你的近视 都要做的 你年纪大老化了 眼睛也老化了 就是一定要 现在用那个镭射 开刀 手术 拿掉白内障的 很多很多同盟都去做 我从来不做 也不戴眼镜 从来没有做过 因为我每天运动 眼睛的仪加 还有耳朵 老了 你耳朵就听不清楚了 你每天一定要做明耳骨 牙齿 你老了 这个齿就会摇 就会动 牙床就会萎缩 这个牙床萎缩了 牙齿就会掉牙齿 你不会运动牙齿吗 牙齿的宜家 三十六天刚七十二地上 然后 这个是七十二地上 这边就要弹着 明耳骨七十二下 耳朵就不会 这个就是静命啊 四床是属于静态的 从与静命声 两种 一个是呼吸法 一个是体位法 体就是身体 位就是位置 你学金刚拳 太极拳也是属于金刚拳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气脉在移动 这样大家 四禅为床作 是属于静的 从与静命声 你的身体的气脉 明点 着佛 全部都清净 我讲的跟人家讲的不一样 但是这个事实是 你要禅定 你说好我要禅定 你都不懂得呼吸法 你怎么会禅定 定一定要 学习呼吸法 你呼吸 所以讲 久洁佛风 入三昧地 就是要你先学呼吸法 先学专一 专一就能够入定 为什么要先久洁佛风 入三昧地 因为久洁佛风就是呼吸法 你要很认真的做 观想白色的光进来 进到里面 然后第一个 这个左鼻孔 右鼻孔 然后转一千 从这个左鼻孔出去 再从左鼻孔进来 右鼻孔出去 再从两鼻孔进来 这样通上来 不行 再从两鼻孔出去 教你这个 再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就是叫你精神集中在这里 最后呢 做完了久洁佛风 你要看你的眼睛 看你的鼻端 鼻端这里有一个夜轮 有一个夜亮的光在这里 你专注在那个光上面 你慢慢的可以进入禅定里面 才成为三昧地 这只是一个方法 还有很多种方法 呼吸法有七种 还有体位法 非常多的 瑜伽大前 我就交给那个连吟上司 里面全部都是体位法 那个就是金刚前 这个世禅是属于禅定的 要学复习法 要尽命就要学体位法 我是这样子讲 你要多闻增加你的智慧 因为菩萨 你虽然是一个菩萨 你要跟众生一样 去听佛法 你听了佛法 就增加你的智慧 你智慧才会增长 以为智节应 自己要懂得节悟 他这个讲 以为智节应 多闻增智慧 你多弃听佛法 增加你的智慧 再来呢 以为智节应 以为智节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那个美妙的音乐 就等于是你自己的 一种节悟 增加智慧 你由这个智慧的增长 你得到自己的开悟 自己能够开悟 自己产生一种好的接受 都是这个意思 今天都没有讲笑话 人生就是一场笑话 不用讲 我们来帮你